一直到这届巴黎也是我们三个人 但我们能够捍卫中国女拼的这种荣耀 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吧 中心社中心网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孙颖沙 我觉得这条运会收获很多 因为我觉得 我觉得自己从开幕式也达到了B模式 我觉得其实场次我都打满了 其实没胜一场 非常感谢我们伟大的祖国 然后感谢我们的中国平衡球队这个大集体 其实也非常感谢我的两位队友 曼玉跟孟姐 觉得还是非常荣耀吧 我觉得 其实从小其实配合了很多年了 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大大下落的比赛 我们俩都配合过 我觉得其实都挺激动的 而且都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们其实在这三年当中 为了混双 其实下了很多的研究跟训练 因为最后的成绩我觉得是好的 所以说代表我们的付出也都是正确的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自己心态上的一些问题吧 其实我觉得技术问题存在的不是主要因素 我觉得更主要还是自己心态 没有说去真正的把结果放下来 而是去专注于过程 但我反而孟姐我觉得她的发挥很好 因为我觉得她真正的是在决赛赛场上去享受比赛 而且我觉得她那天的发挥确实比自己预想中的要好一些 所以说也没有什么遗憾吧 我觉得可能就是相对可惜一些 我觉得人生肯定是在追逐自己的梦想的时候是最幸福的吧 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有机会再去朝着自己心中的梦想去努力吧 其实现场来到了很多的这种中国球迷的加油声跟力量 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法国巴黎来支持我们 然后支持中国配合球队吧 我觉得然后其实最后国歌奏响的时候 我觉得全体大合唱的时候还是非常自豪吧 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我觉得首先还是非常感谢尼阿姨在赛前的混刷训练上帮助于我们 我觉得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效果 然后再其次我觉得其实在奥运会的舞台上能够跟你阿姨交手 我其实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她其实以前也是国平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这种精神 我觉得其实不光是我吧 可能现在比我还年轻的运动员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到她身上的优点 我觉得她是她对这种乒乓球的热爱跟执着吧 我觉得 然后其实我觉得她在场上其实真正的去享受每一分 然后享受每一颗球 而不是说去专注于自己的结果 我觉得她很想把自己的过程做到最后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对于奥运来说 其实都是需要去学习的 9分吧 因为我觉得其实从完成任务来说 其实这次也是身兼三项 我觉得其实捍卫了祖国的这种容易吧 不管是什么混双单打团体 我觉得可能确实在单打方面还是有一些可惜 所以说把这十分留到下个周期吧 希望下周期问我们说 希望能是十分吧